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Emm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部最近非常火的漫画 叫《鬼灭之刃》 据统计这部漫画是2020年日本最畅销的漫画书 年销量超过8000万册 截至2020年12月份累计总发行量已达1.2亿册 可以说它是一部拯救了日本漫画市场 和日本电影行业的一部现象级作品 堪比好莱坞大片 所以说这部动漫已经火到这种程度了 如果说我没有看过的话 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对吧 那其实我还真的没有看过这部动漫 那首先说一下我是动漫小白 我看过的唯一一部动漫就是名侦探柯兰 那为了能蹭到这部动漫的热度 我昨晚恶补了一下这部动漫的前19集吧 所以今天我就来给跟我一样没看过 但是又不想被潮流抛弃的动漫小白们 和大白们来说一说这部动漫 顺便说一下我当时看这部动漫的时候 我的表情是呈现一会哭 然后一会又狂笑的疯癫状态 同时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这部动漫会这么火了 剧情是设定在日本的大政时代 那是一个鬼吃人恶鬼横行的世界 我们的主人公叫造门炭四郎 他继承了父亲留下的炭业工作 以卖炭为生来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 生活虽然很辛苦 但是一家人却过得非常幸福 有一天他下山去卖炭 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非常暗了 所以好心的三郎爷爷便收留他在那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他回到家的时候 才发现全家人都遭到了鬼王无产的屠杀 只剩下他的妹妹米豆子身体还有余温 但是他已经变成了鬼 鬼杀队富刚义勇见状就想把米豆子杀死 但是哥哥吉利祖子还下跪求饶 但义勇并不领亲还说 如果求饶有用的话 那么你的家人就不会被杀死了呀 炭治郎只得拼死搏斗以保护妹妹 但无奈他不是富刚的对手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鬼的妹妹跳出来 用身体挡在哥哥面前 这一举动让富刚大吃一惊 女主角竟然没有像其他鬼一样吃人 反而是挺身保护哥哥 这个画面让他惊呆了 同时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在他觉得妹妹应该是与其他的鬼不一样 于是便决定放过二人 还盯住二人下乡后去找一个叫灵笼的老人 拜他为师 为了替家人报仇和找到让妹妹变成人的方法 炭治郎便踏上了斩鬼的道路 鬼王无惨呢 其实一开始是生活在日本平安时代 身患绝症的青年 他在接受治疗之后 误以为疗程无效 一路之下就杀死了医生 但慢慢发现这个治疗他起了作用 而且呢 他变成了鬼 具有超长的寿命和强悍的身体 但是必须要吃人 那么鬼呢有两个弱点 第一个呢是不能照到太阳 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能接触紫藤花 所以在这个剧集里面呢 那些人都把鬼困在长满紫藤花的这个山上 以供他们杀鬼练习啊 那么这个鬼王呢 他为了能克服这个弱点 他就希望找到一位药材叫青色彼岸花 于是呢他就制造出了很多的手下 那么只有被他咬到的人才能变成鬼 那么这个呢就有点像西方的吸血鬼了 那强大的鬼呢可以发动异能叫血鬼术 之后又建立了十二鬼院 由手下实力最强大的十二只鬼 分别组成上弦和下弦 上弦的鬼呢要比下弦的鬼要强大很多 据说在一千多年前 与鬼王无惨有血缘关系的另外一个家族 叫惨无夫家族 在无惨变成鬼之后呢 这个产无夫家族也受到牵连而受到诅咒 以至于他们家里生出来的这个孩子 特别是男性全都体弱多病 而且呢还短命 那为了打早无惨而破除诅咒 而建立的这个鬼杀队 呼吸法呢在这部漫画里有着非常复杂的分类 据说练了这种呼吸法之后呢 能强化心肺功能 可以让血月在短时间之内就汲取大量的氧气 以瞬间提高身体的机能 从而呢达到以血肉之躯就能对抗鬼的目的 它里面呢以日之呼吸为始祖流派 由此产生水雷炎炎炎风五大基本流派 之后呢再向下延伸出分支流派 这个炭治郎呢是一个为人十分和善 也非常勤奋的人啊 那周围的邻居呢都很喜欢他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异于常人的技能 那就是他的嗅觉十分的灵敏 话说男主带着妹妹走到山下 遇到一个鬼刚好在吃人 正当哥哥要被鬼制服的时候 妹妹一脚就踢飞了恶鬼的头 但殊不知这鬼有瞬间愈合伤口的能力 就算是头被踢飞 身体和头还是能继续活动 后来他集中身智 把鬼的身体逼下悬崖 把头钉在树上 正当哥哥手足无措的时候 想要用短刀彻底结束鬼时 后面出现一个戴面具的人 告诉他说这样并不能彻底结束鬼的生命 得用石头一遍又一遍的砸碎鬼的头才行 但是身心弱弱的男主呢就一直不敢 一直等到太阳出来都没能下手 结果竟然是阳光让鬼灰飞湮灭 原来这老头就是富刚口舟的玲珑 他说如果男主想要加入鬼杀队 就必须通过他的测试 题目是让他在傍晚时分通过机关重重的山顶 要在天亮之前下山即可 这个任务看似简单 但其实机关重重 加上山上空气稀薄 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可能会上命 但男主凭借自己灵敏的嗅觉 在天亮之前完成了任务 之后顺利成为玲珑的徒弟 玲珑说想要加入鬼杀队 就得首先通过一个测验 就是劈开一个像小山一样大的石头 但无论男主怎么努力 就是无法劈开 六个月之后还一无所成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戴面具的男人 细看之下还有点帅 他说他叫枪兔是来训练男主的剑法的 后来又出现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叫真姑 男主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脸颊一红 想必是喜欢这个水灵灵的姑娘吧 通过不断训练 男主终于劈开锯石 在劈开锯石的那一刻 他也见到了枪兔的脸 后来比较感动的是 当男主终于砍碎石头 玲珑答应他进入下一阶段的考验的时候 第二天分别之际男主高兴的和师傅说了声 谢谢你的照顾 顺便帮我问候一下枪处和真姑 但是玲珑的脸愣住了 他怎么会知道我已经死去的两个徒弟的名字 这 这不可能 下一阶段的考验是用在紫藤花围住的山上 成功活过七天 当然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山上到处都是恶疯了的鬼 在这一集里 炭治郎使用水之呼吸法 心绳合一 一键下去 直接砍掉了两个鬼头 正当男主们正在沉湿的时候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惊叫 一个浑身长满触手的怪物 就追着几个考生想要吃他们 看他的样子想必是吃了不少的人吧 但怪物看到男主戴着面具的时候 哈哈大笑说 想必你也是玲珑的徒弟吧 想当初我吃了两个叫枪兔和真姑的孩子 他们的味道可真是好呢 我就是喜欢看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孩子 想砍掉我的头却又砍不掉的样子 男主大惊 原来他们都死了吗 难道是灵魂在帮助我吗 想到这里 男主眼眶湿润 明明自己十分敬重的同门师兄 和可爱的真姑 真的就被他吃掉了吗 可能是真的两人的灵魂在帮助他吧 男主此刻已经炼成更强大的水之呼吸剑法 一键下去那怪物的头直接掉在地上 身体也开始慢慢融化起来 也许是人之将死的缘故吧 怪物想起自己以前也是男主的时候 是一样的人呢 还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哥哥 变成鬼后吃下了哥哥 这个心底深深的痛原来一直都在 在这里也是第一次向观众展示了 原来鬼也有一段悲伤且不为人知的过去 他们原本是人 但是在变成鬼之后就不得不开始吃人了 这种痛可能是没人能理解吧 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哎不说远了 男主成功下山之后 选了自己的武器 带着浑身的伤回到了处处 他一路走一路自责 为什么这些鬼都没有跟他说话 而是一个个一上来都要取他的性命 自己真的没有办法让妹妹变回人类了吗 值得高兴的是 当他一走进家门 妹妹就直接跑过来紧紧抱住男主 真的是和其他鬼不一样了 他竟然有感情 玲珑推测妹妹并不是通过吃人恢复体力 而是通过睡眠 15天之后 一个叫钢铁种的男人 把男主的日轮刀送过来了 这把刀的材料是取自一年到头都阳光明媚的太阳山 只有这把才能把鬼杀死 根据这个男人戴的面具 我猜他可能是玲珑的师哥 伸手绝不在玲珑之下 为啥呢 看玲珑的表情你就能看出来了 这把日轮刀又称为变色之刀 它会根据掌控者的姿质而变化颜色 而男主一拿到这把刀之后呢 这把刀就从明艳的亮色变成黑色 据说这黑色象征的平庸 而且并不适合男主练的水之呼吸法 难怪送件的人会气得跟男主扭打在一起 想必是恨铁不成钢吧 那这个水之呼吸法呢 看起来还是比较炫酷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他使用这个技法的时候 总是能让我想起一幅这个日本名画 FH